花蓮县议员谢国荣县政总咨询师 针对总预算高达2.7亿多的花蓮县 112学年度国中小学午餐委外办理 劳务采购标案 向县府教育处代理处长翁淑敏提出质疑 而县议员谢国荣强调 经了解在第一次的开标当下 某家厂商投标资格不符 主持人已发现作业疏失错漏 即采变更招标文件内容为由 当下宣布不予开标并非标 后续于第二次招标公告删除履约 基本资格6项 让厂商得予得标 他痛批此等的巨额采购 涉及血统的食安问题 县府理应严格把关 大学生到各县市去的租屋的费用 是不是一个人可以补助5000块 减少家庭的父母亲的负担 这是我今天第一个主题在这里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国中学的小朋友的营养午餐的问题 奔西认为两亿七千多万的营养午餐的费用 可以让一个科长去开标 然后第一次开标的时候 开到里面有十个小标 第一标第二标 要开第三标的时候 厂商反弹说 这一家没有资格 为什么可以来投标 跟资格完全不符合 你为什么来投标 好的开资格标的部分 当下才发现这个疏失 十几年都没有发现 这一次有另外一家来标的话就才发现 跟医院说明 我刚刚有提到说 因为今年我们从两标调整为十标 那最主要的用意就是 以前都是一家厂商来标 现在是多了一家厂商进入来标 标的话 它不符合所有的资格 你们开第二标的时候 厂商发现到了 说这一家没有资格 你就好会标 会标了以后再来重新招标 所有的资格都会拿掉 我奔西很怀疑 然后就那天就会标了 重新在八月几号 八月几号就重新开标 因为二十八天 二十八天的话就开始重新招标 第二次的招标 所有的里面的内容 资格都不用五合 也不用把关 把老百姓当做什么 把我们的国中小的学生 当做白老鼠 这边我没有为否我也不晓得 因为它这个厂商第一次 第一次投标的时候有来投标 然后修改里面的内容了以后 第二次它也有来投标 就是在吻合它的投标 是不是有量身定做 记者林杰花林寺采榜报道